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头发剩下几条好像扫把 一定会问 很多人有问过我 不悶吗? 我的答案是做外汇 我最近经常说是很有追女感 日日处在患得患失之中 事态永远又不明朗 日日要搞尽老吉去分析 日日又要滴起心肝去开盘 去赌 看市 跟市 发市 很浪漫 输赢也很浪漫 真是真的 这个答案 你跟我说 会不会悶 最过瘾的 日日 每个星期 每个月 每一段时间 都有新的题材 永远不会少 尤其是最近 很多新料 还不是普通料 是非常有兴趣 值得去参考的料 是曲折离奇 奇风突出 高低风险的新料 即是同一时间 跟着你那些女儿 团团转 燕瘦还肥 各个风情都有别 好了 要常说这么多 譬如 我只是想告诉你 2017年 近年 上半年那班女儿 玩严 早前 潮流变了 知道吗 超低利率 和零式 负利率 这些潮流 不再流行 变了 即是 平底鞋 sneaker 平式 零式 全部out 各国经过九年的量化宽松 大印银子 使得balance sheet 跟着膨胀 这个时代 亦都宣告开始终结 由隆空 现在变成缩表 缩表程序 他将会由美国先带领 潮流将会影响全球 我告诉你也不怕 欧洲、英国、加拿大 现在先跟 我常说日本到现在都死口不跟 下星期有时间会再说 有一件事 恐怕你们不明白 多年多年来 很多人都问过我 做金融 一定是读经济 每个人都当作是 但世界上的东西 不是一定 你们现在都明白 很多东西 不是一定 我是读英国文学 经济这一科 我读的大学 不是没有读 是叫做社会大学 是出来一路做事 一路浸淫下去 那种社会大学 多年来的 浸淫 浸淫 不是淫荡 在金融市场 天天看金融信息 可以说 比大学 更加大学 OK 这是实质的经验 我不怕跟你们说 大学教的经济 全部out 是真的 我不是胡说 不是胡说 我告诉大家 最出名的 写经济学书 几乎是始祖的 Adam Smith 他的经济学书 有没有提过零息 有没有提过 付利率 有没有提过 量化宽松 有没有提过 大印银质 还有没有提过 缩表 账表 OK 所有这些近 这十几年来 的环球经济状况 是真正的 环球经济状况 是真正的 发生在我们身上 影响到我们的身上 你跟我说 哪一本 经济学书 是有教我们 怎样去解读 这些情况 市场的 货币 和银根政策 近来 这八年九年来 所中央银行行的措施 所有经济学书 完全 没有 因为 全部 是未曾发生过 OK 反正无间道节目 可以说什么都行 对吗 不怕告诉你们 我自己的一生要宏愿 我一度已经提了 有人请我写本自传 很难写 因为实在 太多东西 将各地的金融市场的人 物 市 环境 爆出来 接着还会着手 写一本 新派经济学 是新的 全新 最新的经济情况 代替了所有的传统智慧 旧有的经济学书 连经济似组 都要打残 没用 你跟他 死定了 说到这里稍为支开一下 短短一个星期的无间道 今天是星期五 我尽量 如果有时间 我都会回复 观众在评语栏 那些问题 但有一件事 就是 我这里跟你们的时间相差四个小时 你们晚上最有空 放工 可以看东西的时候 我就睡觉 OK anyway 我才声明 我真的 亦非常忙 忙得非常紧 有人曾经说 我是纽西兰最忙的 尤其现在多了一个节目 我又有一个跟这里很大的 金融project 在做着 我不担保 日日都可以回复问题 有时我会常常都不在 过去几天很多问题给了我一个 发现 就是观众似乎 比过去的九年十年 或者八年九年 的 市场相关性 他们英语叫relativity 或者是 传统智慧 刚才我所说的经济学书 Adam Smith 酷得很实 例如 日元有机会 有时 这不是语言 艺术 而是 我希望你们听得清清楚 我是说有机会 即是 比有可能性 大一点 就不是一定 是有机会 因为 外国市场实在 太过吊诡 很多 变化 大家都不知道 会见到 一一八 但立即 已经有人 就问 他说 如果 日元跌到一一八 即是没有避险 这样 是 OK 亦都会 相等于股市升 又即是 什么什么 这样 OK 反映市场人士 已经比过去起码那几年 的市场相关性 relativity 是洗了脑 将日元的 避险货币的特性 认为主宰了所有的分析 OK 我经常说执生 我没有说这个想法是错 是对的 还可以说是非常之对的 到目前这一分钟 都是对的 但我只是想开始 灌输一些 我经验的心得 就是 由这个下半年开始 这个星期一开始 例如 以上的市场相关性 这个思维 又是有机会 大有可能 暂时只不过是大有可能 会漸漸淡化 我们今天说了 半年后 你查一下是否 到完全淡化之后 又会有新的相关性 有新的思维走出来 不要说主宰 民主地 影响市场人士的思潮 不说民主 我自然被人骂 到目前为止 我有一种感觉 只有一个 市场相关性 仍然暂时 是 劳不可破 似乎 没有 一些迹象 是 现在会破 日后我不知道 给你们看一张图 这张图 我以前是拿过出来的 不过已经很久了 是由去年7月到今年3月 去到3月 过去那几个月是没有的 这张是旧图 一条是属于黄金 一条是属于美元兑人员 这对冤家 看到吗 你上我就下 你下我就上 越走越开 但是又好像牛郎继侣一年 有一日交接 在中间的交接 我认为这张图 是去到3月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看来 第二次的交接 就来又到了 不要眨眼 盯索 知道吗 我想说的是 幸好 我们又再踏入一个全新金融新时代 一个不再有零息 付利率的时代 一个是加息缩表 和normalization 正常化时代 过去一切所有的炒作思维 当然 不可以立即更改 改了死了都未知 而是我们要留意 很有可能 会慢慢 改变 这个改变是直接影响到 我们分析的思维 过去一切的炒作思维 我们要加以调整 亦因应市场时代的转变 而加以 慢慢逐步调整 传统智慧 旧思维 分分钟可以说 走开些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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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